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智库 萨摩雅航空公司成为全球第一间根据乘客重量计算机票价格的航空公司 即是说肥人就要给多些钱 其实之前已经有不少的航空公司透过实施不同的措施 向肥本乘客收取付加费 美国西南航空在2002年明文规定过肥的乘客要多买一张飞机票 但如果不是全机坐满的话 公司在事后就会退回第二张飞机票的钱 在2011年有女乘客被西南航空地勤人员说她太肥 要求她买多一张飞机票令她觉得尴尬和受辱 认为这样做是歧视肥人在去年就告上法庭 荷里活名导演奇运史密夫也试过被人说太肥 坐不下机位而被拒载 她事后在推特批评西南航空 美国其他航空公司也有类似的做法 好像是捷南航空会要求乘客买多一张飞机票 不过就不会有钱退回 大美航空的职员就会尽量找多个没人的位置 如果机位好爆 乘客就可能会被劝下机 在下班机买多个位置来坐 但是在加拿大就有不同的说法 他们认为痴肥是残疾的一种 禁止航空公司要求过肥的乘客买多一张飞机票 好像是加拿大航空那样 乘客只要出示医生子 公司就会为乘客提供多个免费座位 不怕被人说歧视 可以参考一下法国航空的做法 他们一样是会要求太肥的乘客买多一张飞机票 不过就解释就是基于安全理由 近年乘客体重普遍有上升趋势 增加了飞机的燃料消耗量 令到航空公司运载成本增加 为了省钱 航空公司可为是出尽法保 印度航空甚至叫旗下的空中服务员减肥 令到员工非常不满 那又应该如何去界定一个人肥还是瘦呢 其实没有一个特定标准 一般都是由航空公司员工去决定 不过就容易引起争拗 西南航空就列明 如果乘客身比两边扶手阔的话 就算是肥的了 一般航空公司采用的机种 机位两边扶手若莫相距43厘米左右 部份航空机的机位就会负一些 有45至47厘米 今集新闻指赋说到这里